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文学家将他的相机对准了银河系猎户地 一块仅占天空0.4%面积的区域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明眼的探测仪 能感应到恒星光线中最细微的一般变化 以色推返出全方赤穷肉行星经过 在2009年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观察中 他采集了地球周围3000光年以内 15万颗高线的浪线数据 结果显示 至少有一处星星沙漠 并不是一片刺激 恒星开普勒十一 是一颗类似太阳的黄海星 还有至少五颗巨母星比水星巨太阳还要近的行星 还有一颗巨母星比金星巨太阳近的行星 可能它还有一些轨道更远的行星 不过这要在有关原轨道的观测数据完成后 才能正视 总之 开普勒天文网络记在宜居带领后发现了58颗行星 尽管它们大多是巨大的气体行星 但是又还并有其中一些行星的恋星上 没有物流水难 潘德拉就是一个例子 随着行星数据库的拨大 它们之家开始重新分析 虽然日益的条件 迷想情况下 我们曾有一天会发现一颗和地球大小形化的行星 上面有海洋 大气 有一颗使它的轨道稳定的位置 还有万一的磁场 保护它没有遭快阳风的行星 这颗行星上是一个人 向太空划射深信号的行星 一朝时 开普勒在整个任务中都超出了人们的领域 今年三月 美国航空航天局警告称 开普勒的茉莉可能即将来年 因为它的燃料即将耗尽 运行太阳航天器的科学家们在过去几个月多次让它休眠 以保存剩余的燃料 但就在上个月 开普勒还证明它还有足够的能量继续收集数据 并开始了19次观点活动 然而开普勒已经耗尽了燃料 在大大超聚期的不一几十年之后 开普勒终于扛不住了 其调整姿态用的紧燃料已经完成耗尽 不得不攻城身份 接下来 开普勒将停止所有科学任务 默默地在日星轨道上聚集 35年前 当它还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天上有很多星星 熠熠闪亮 但那些星星都是恒星 远在我们太阳系以外更遥远的地方 能够看见的屈指可数的几颗行星 都是我们太阳系自己的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但今天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孤独 因为在太阳系之外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万八千颗行星候选者 确认的有3800人颗 而其中2681颗是它发现的 开普勒太空旺行星 于2019年3月发生 任务预计时长为3年5月以下 主要对天鹅座方向上的15万颗恒星 进行迟迟观光 2010年4月1日 开普勒的第一个主要原型结果 被公之以众 随后大量新的发现 接踵而队 完美地完成了几任务 开普勒睁着它的大眼睛 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时观察10万颗恒星 每30分钟测量一次它们的亮度 如果有行星从恒星面前经过 恒星的亮度就会发生变化 通常在1%或更低 我们就可根据这个亮度变化 计算出行星的轨道 质量 大小 甚至是否处于宜居带 开普勒望远镜 发现的最奇怪的事情 是塔比星的亮度变化 有一次亮度降低高达22% 还有一次是15% 这意味着如果经过它面前的是一颗行星的话 这颗行星的直径将是恒星的二分之一 宇宙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行星 各种猜想接踵而至 脑洞更大的是 塔比星存在高等智慧外星文明 正在围绕恒星建设可以利用恒星全部能源的戴森球结构 开普勒打开了宇宙的大门 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太阳系外还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世界 虽然开普勒即将会有 但开普勒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已传回地球 并且在未来将继续分析 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系外行星 英雄驰木不免令人唏嘘凯探 但我们也不必心存遗憾 因为美国宇航局更强大的零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 今年8月已发射升空 接替了开普勒的工作 并且将重点放在离我们更近的太空里 寻找我们左邻右舍的世界 看看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存在 开普勒的设计寿命本14年 但超期服役五年之久 圆满地完成了观测任务 为人类探索和寻找太阳系外 其他区域的生命铺平了道路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研究领域 开普勒打开了宇宙的大门 我们将从这扇门里窥探太空 并最终走向宇宙